在蓝苍江、湄公河流域、 前浦寨、老挝、缅甸等国家的部分农村地区 供水设施严重短缺 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问题突出 中国团队如何为蓝莓流域农村居民引来甘泉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听蓝莓甘泉行动技术团队讲述他们的故事 专家介绍蓝莓六国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国家农村供水的基础设施薄弱 虽然水资源丰富 但是存在时空分布不均问题 他们也是存在旱季和雨季 就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没有相应的水源工程 雨季的时候它可能水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会存在水质不达标 因为浑浊多岸微生物 以及其他的超标的物质的情况 这需要我们通过工程手段来完善 包括我们在去年四月份去的时候 那老挝也是经历了肯定近些年的一个大汗 然后它一直没有下雨 但持续几个月的就雨水非常少 它的水源就短缺不够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导致他们还是存在相应的一些吃水难 和水质不达标的情况 所以从而是需要我们建工程的目的 就是解决它的一个水质和水量的问题 为帮助改善蓝煤国家工程性缺水现状 蓝煤肝泉行动于2020年初正式启动 分为两个阶段 一期工程从2020年到2022年 二期工程从2023年到2026年 我们也是想借由这个项目的一点代面 来提升他们一些管理他们的能力建设 就农村供水的一个当地的能力建设 所以在那块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些技术指南 技术手册的编制 也相应的一些科普知识的宣传 一些相应的管理人员的能力培训 也开展了相应的工作 同时在二期呢 我们还想进一波拓展 就针对一些应对气候 极端气候变化等等 农村供水的一个风险的评估 以及它一个工程的提高 它的一个应对 就韧性的这个能力提升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截至2023年 中国技术团队已在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 共实施了70余处农村供水释放工程 辐射受益的农村供水人口达到近万名 乌小梅说 当地农村老百姓的饮水卫生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 许多当地人发自肺腑地 向他们表达了感谢 他们原来肯定直接只能从水源 就吸沟水啊什么事也饮用 一是水量不足 第二是水质也不能得到保障 卫生物啊 潮标的情况 以及准处潮标情况会发生的 我们的项目实施之后 那对于我们这个示范区的群众的 这个饮水安全卫生水平 是有个大幅的提升 当地的 包括我们在各个示范县的县里 县长啊 等等 包括一些将领的教育部门的官员啊 有也是对这个 就是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实施 表示了非常的一个认可 欢迎和支持 也很感谢吧 当时我们一群交接的时候 群众对我们说的发自肺腑的一些 虽然听不懂啊 但是看着他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感激 所以都是我们看到了 哎我们做的这点工作 还是对对当地的群众 还是有个比较好的好的一个一个效果 和一个他们愿意 非常愿意接受 而且真的有助于他们一个发展的 蓝梅肝权行动的意义不止于此 乌小梅说 作为亲身参与者 第一次切身感受到 与蓝梅国家的紧密连结 今后作为水利技术人员 他们也将继续积极参与到蓝梅合作中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